你好,欢迎收看10月2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旅会 红十字会花莲宪秀会举办了花莲市国联理自主防灾社区实兵演练 在花莲市中山公园进行预演及证事的演练 现场许正为重视社区灾害应变能力亲自出席的这场活动 也希望乡亲在真正遇到灾害时可以达到自救救人的成效 花莲市国联理自主防灾社区实兵演练 并且在中山公园登场 现在许正表示,这是0918地震应该过程当中 并且强调社区自主防灾的重要性 灾害当下有很多出其不一的变化 这次地震每一位村里长甚至是林长 都也即使通报都发挥很大的作用 从各个村里开始做好自主救灾 就能够在灾害当下迅速运作起来 所以每一社区每一村照顾好 我想这个就是自主防灾最重要 最重要把这个做好 就会非常非常的迅速 分享这一次我们918 其实每一个村长后面下面的林长 也发挥了很大通报的效用 所以那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只要记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果效 努力认真 然后把这个基础把它做好 让它不断不断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演绎演示 让我们的这个这个程序 SOP把它这个升值在我们的心中 红十字会花联县智慧表示 以实际的人员实际的演练 务实地来面对这些灾害假设状况实施模拟演练 教导军民们用简化紧急应变技能以及知识 过程当中让编组单位熟悉紧急应变的技能 以提升军民的紧急应变能力 现场以7级地震灾害实际 让国陵里的军民们运用防灾 编组立即展开避难疏散以及自救的救围 在实际灾害比较临之后 能够确保军民们的生命产的安全 记得请欢迎黄色伯导